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业余的女选手通常的站位 那很多业余的选手呢 反手会比正手好一点 不管是打横拍还是打直拍 我们的站位一般都不会站在这么偏的地方 我们会站在比较中间一点 而我们在揭发球当中 第一个考虑的是用反手 所以我在揭发球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能够尽量把重心往前请 然后呢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反手位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会形成一个 倾斜45度角的准备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这是女选手在比赛当中 常常会出现的一些得分手段 从视频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女选手特别喜欢发侧悬球 比如最简单的就是正手侧上旋和侧下旋 那么我现在就给大家讲一下 当我们发侧上旋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当我们发完侧上旋的时候 对方会选择反手倾起 或者是反手推挡 直拍推挡去推 或者是有些选手害怕的时候 他会选择去搓球 或者是判断不好球的时候 他也会很被动去搓 那么假如在对方倾起 或者是推挡过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球的速度一定不会非常快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都是建议我们女选手能够 发力去打落点 把速度提快一点 调动对方 这样子的话呢 会形成一个积极主动的进攻方式 在这里比较强调的 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练习的 就是落点 一般来讲 对方会接你们的时候 都会接在反手的三分之二台 在这里的时候呢 要求大家的站位能够相向于反手 然后对于来球能够是迎接他 积极的去迎接这个球 然后用自己的速度调整落点 然后事实上对方在接发球的时候呢 除了会接反手 仍然会接正手 但是如果说我们发球速度很快 对方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之下 是不太会轻易送到你的正手位 因为正手的威胁性比反手大 所以说在我们比赛当中 我们会要有一种猜对方心里的那种准备 一旦看到对方心里不定 然后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发长球 然后准备把注意力都放在反手 然后准备进攻发力 好我们下面再看第二段视频 就是说在发上这球之后 我们的对手会出现的另外一种表现 很简单 当我们知道自己发球是发上远球 对方用戳球的时候 那这个球过来一定会出现高球 那出现高球的可能性 基本上会在你的反手 四分之三台到正手 然后你要做的一个准备 就是要用正手去进攻 当然啦 如果你能一般把人家给拍死 那是当然最好的 那如果拍不死怎么办呢 那我们看第三段视频 好吧 在第三段视频上面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搓球 搓球抢攻 那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不是所有的高球都是机会 有时候高球也是陷阱 当我们看不清旋转的时候呢 保险期间还是回来继续搓球 那把这搓球的旋转 从看不清的旋转 变为看清楚的旋转 然后在旋转当中 找机会进攻 那这样子我们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进攻得分的一个手段 好吧 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几个视频 然后呢 大体是一些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